我们两个在一起快两年了 开始的时候两个人相处的还挺好的 但是随着相处时间越来越久 我们产生了很多的矛盾 自从两个人分开工作以后 我就变得特别的敏感 而且我男朋友总跟我说 想回广州那边发展 这让我变得更加的没有安全感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他到底爱不爱我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小张26岁来自吉林餐饮店店长 小傅24岁来自天津代业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好 咋认识的 我是2020年6月份来到天津的 当时我在一家房地产上班 正好我对象也在这 这么认识的 今天为何而来 我是因为就是 开始我们两个相处的时候 还挺好的 但是就是自从我们两个 分开工作以后 各种矛盾就产生了 比如说在异性方面 他处理的不是特别好 而且就是他总跟我说 他想回广州那边发展 就是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我不理解 行 我问问 男生不是吉林的吗 对 回广东是个什么意思 因为我18年大学毕业之后 就分配到广州那边工作了 在20年我就是来到天津 因为是我同学在这边 他说你要回广州 是你最近长提要回广州吗 是 咋想的呢 是因为觉得不适合在这 这没什么呀 回就回呗 但是我不想让他去那边 他去那边 我们俩不就异地恋了吗 我不想跟他谈异地恋呀 咱俩刚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过 我说 我有照一致 还是回到那边的 而且 那我那个时候 就以为你是说着玩的吗 谁知道你真的要去呢 那你说咱们都是成年人 能开这种玩笑话吗 我要是跟你一起去的话 那不就相当于 放弃我家人了吗 你怎么不考虑我呢 而且他不是 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他跟我说这个事 就是我有一次去北京培训 突然给我打电话 告诉我他要走了 然后就是那意思 好像就不回来了那种感觉 给他打电话 他不接 给他发短信什么的也不回 然后就人间蒸发了一样 就不理我了 其实那天吧 我是因为有点工作上面 可能不顺利 然后加上一直心里边 有这个萌生 回广州一个念想吧 就把情绪发生在他身上了 然后 也不是说不接他电话吧 后来我把电话 也给他打过去了 也给他道歉了 可是他打过去 就是因为我给他妈打电话 我要不给他妈打电话 他根本就不会给我打的 他还怪我 给他妈告状了 那你干嘛给他妈妈打电话呀 因为我找不着他 我着急了嘛 半夜的时候 因为我在北京培训就是一个月 为了就是说以后 更好的发展嘛 因为那个工作还不错 我就觉得如果他有什么事 可以等我回去之后 我们两个一起再商量 他就不等我回去 然后就跟我说这个事 让我特别着急 我睡觉也睡不了 然后我就心里边可难受了 很委屈嘛 我就跟他妈说说 那你说你大晚上跟我妈打电话 她能不着急吗 那我不给你妈打电话 你不跟我说话 那我找谁去呢 我都是就是想一个人静一会儿 你说你老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打 我挺烦的 那你工作不顺心 你可以跟我说呀 你为什么突然就不理我呢 你还说要去广州 我是觉得你在北京够不容易的了 不想把我的事再告诉给你了 所以我就想把电话关机 我说静一会儿吧 这个我们听明白了 等于现实面临的问题是 男生有可能要回广州发展 所以女生就觉得很不安全 对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刚才说了 她跟异性的关系 你觉得处理得不是特别好 是吗 对 就有一次西西的时候 她那天送了我一束花 本来是应该挺开心的事情嘛 然后就在我翻朋友圈的时候 我发现她发了 就是她跟她店长的健康症的照片 她店长是女的 然后就是跟官宣一样 然后还有人评论 就是觉得那个女生 跟她是男女朋友 发的什么照片 就是她跟她店长健康症的照片 但是在西西那天发 我觉得特别不恰当 我那天不是跟你说吗 我是工作上的事情 要发这个朋友圈 餐饮健康症是吧 对 餐饮的健康症 发她干啥 这个我也没问 就是领导让我们做的 我们只能照办 我生气是因为 她从来没发过 我们两个的合照 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她是合照 还是两张照片 放在一起发的 就是两张健康症的照片 其实如果平时发 我还不觉得什么 但是是七夕那天发 而且还有人误会了 就是觉得 那个女生是她的女朋友 那她怎么回复的呢 她没回 她觉得她无所谓 就是不应该回 她没有理会这个事 那就让别人更觉得 她承认了 行 算是界限不清吧 男生给了个解释 是工作需要 还有吗 还有 有一次她要换工作 然后有女同事请她吃饭 然后半夜一点多才回来 是那个女生送她回来的 而且那个女生 还邀请她去他们家 做做什么的 那我觉得这女的 是不是对她有意思呀 怎么样的 这你怎么知道的呀 她送她回来我看到了呀 我那天吧 我也跟她说 我说我要出去吃个饭 因为我当时就在这个店里边 要离职了 然后店员呢 可能就是说 哥我请你吃个饭吧 我说行啊 中途可能就是喝多了 当时是两个女店员 还有一个男同事 男同事竟然骑单车回家了 还有一个女同事呢 她是有男朋友来接 后来就剩我俩了 我说那就 我先送你回去吧 我就是打一辆车 我还是坐在前面 我让她坐在后边嘛 到她家楼下了 然后那个女同事问我 说要不哥你 去我们家坐一会儿 说看你喝点多 能不能行啊 我说没事 我说我对象她在家等我呢 后来她说要不这样了哥 我再给你送回去吧 我说别的了 捉着她就上车了 然后就她给我送回来 那她就是对你有意思 她对你没意思 她能送你回家 那么大晚上的 之前我不也是带你 去过我们店吗 人家都知道你是我女朋友 那你就是让我 没有安全感了 好 还有什么异性 还有一个呢 她还有一个 在广州那边的朋友 因为她之前 在广州工作过嘛 她有一个同事 总给她发消息 你什么时候回广州啊 我们一块吃个饭什么的 怎么样的 我就觉得她想回广州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女的呀 是不是他们俩就是有什么意思 那我为什么回广州 你不知道吗 我怎么知道呢 我是为了那个女的吗 我是不是为了我哥在那边吗 反正我就觉得你处理得不好 你跟我都没有那么多话说 你跟他那么多话呢 我跟他也没天天说吧 那可是你跟那么多女的 关系都那么好 我也没看你哪天跟哪个男的 聊得挺好的呀 天天跟女的聊 那你说能不能多讲吗 听说我们俩在一会儿 他也不爱理我 这是闲吧 广州这个女同事呢 就是我们聊得挺好的 她就说也是经常性的 先关心一下问问 你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因为当时我就已经 跟以前同事说过 我说就是意思 还是会回去的 简直只是说关心一下而已 她就误会了 行吧 男生说反正我清清白白 女生说你肯定是有问题 是吧 对 你觉得在这段恋爱过程当中 男生尊重你 他倒也没有不尊重我 就是这些事情 我觉得如果之前 他跟我说的话 可能觉得没什么 但是他越不说 我越觉得有问题 就是可能我 有一段时间 失去工作了以后 我就有点疑神疑鬼的嘛 没有什么事干 我就容易多想 然后他也不愿意跟我解释 他就觉得他自己做的没错 而且他也不尊重我的朋友 啥意思 就是有一次我闺蜜 请我们俩吃饭 本来好好的他答应好了 但是要去的时候 他突然就不去了 告诉我 他身体不舒服了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 一共才多长时间 他又不舒服了 就放我闺蜜鸽子 然后就给我感觉特别的不好 这叫放鸽子嘛 而且我也告诉你了 我说要不你就去 我没人不让你去 而且我也跟你说了 我说你跟你闺蜜说 就不好意思 我说下次 我再请他们吃个饭 我觉得不是请不请的事 我觉得你大碗人家了 你就应该做到的呀 这个也别纠结了 也许人就身体不舒服 对不对 纠结没有意义啊 可是平时 平时就是他上班的时候 我没上班那段时间嘛 我今天给他做饭吃 他连碗也不给我刷 就觉得我应该做这些事情一样 那我一周就休一天 我十点多下班了 我还要去刷碗 那可是就该我刷吗 那你为什么不能刷呢 那我是想这种 那不能说我在家 就应该我刷完 就应该我做饭洗衣服什么的 我没有 那我是你的保姆吗 我也不是说在家不上班 就什么都不干了 我有的时候 也会干个兼职什么的 然后他还觉得 我天天在家待着 我胖了什么的 然后回来他就嫌弃我了 本来我找不着工作 我就可焦虑了 然后他也不理解我 我就更加难受了 那你在家 你也不能说天天躺床上吧 对吧 那你刷这碗怎么了 那我不想刷 就想我做饭你刷碗 一不然就你做呀 你说这两件事 你想表达什么呢 我就觉得他不在乎 他不在乎你就走呗 还喜欢 还不走 还要留着 他去广州 不 我不能放手 他跟女人暧昧 不 他可以改 我不能放手 他不在意我 不 我也不能放手 我就要跟他在一起 是吧 可是他也不是说 所有的事情都做得不好 毕竟我们两个 也在一块两年了 也不是说 一点好的时候都没有 是是是 很多年轻人都这么说 对 那你谁家 你就是 我让你 我说你可以 一边找工作 一边你说 你愿意干点啥干点啥 反而呢 你就是跟别人瞎聊 我没有跟别人瞎聊 他闺蜜就说 趁早跟我分手 我回广州就是我 不想要他了 那他老公说去广州 那我跟我朋友说说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错啊 那你过年回家的时候 你不也跟别人说吗 还跟男的说 我哪跟男的说过你啊 过年可能我俩也是 因为某些事情吧 就是吵架了 然后他就是跟别的男的 说了什么了 然后这个男的 就给我打电话了 说我配不上他 让我跟他分手 当时上班呢 我也没有把这个电话 当回事 等到下班的时候 就发现 这个男的嫁微信 也是说说我配不上他 让我跟他分手 他还加你微信的男的 对 我都有那个截图 主持人我今天带过来 我们看一下啊 对 这男人是谁啊 我不知道他是谁啊 可能就是说 我跟他生气的时候 发了个朋友圈 也可能就是 一个普通的异性朋友吧 就是替我出个头什么的 我觉得也没什么呀 那普通异性朋友 都能给你出头 这个解释不通啊 那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我没有跟他私自地说过 那如果是他自己要说 那我也没什么关系啊 他是谁啊 姑娘 因为从逻辑上来说 首先 我感觉可能 就是一个普通的朋友 不是 那这个普通的朋友 怎么会有他的电话呢 我感觉那个人可能就是 也知道我们俩的事 就是之前的一个同学嘛 我们也有共同的朋友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俩总吵架嘛 然后回来就是 总发朋友圈抱怨呀 然后他也看不下去了 就说他两句什么的 那他怎么知道他电话呢 这个我真不知道 可能我另外一个朋友 告诉他的吧 我确实没跟他说过 哎呀 真是 所以你是不可能 跟他去广州 对吧 对 你现在去广州是 定死的事情 还是说出来 跟女朋友商量 我也在跟他商量 但是他一直就是 不跟我说这个话 所以我现在准备 就是定死 那你回了广州 你们俩这段感情 不就完蛋了吗 但是我是想 让他跟我一起去 你是不会的 对吧 我不会去 那今天来干嘛呢 我就觉得 如果我们两个 想继续再相处下去的话 他就不能去广州 而且他得就是 把这个异性的问题 好好处理好 以后不要再发生 这种事情 能尊重我一点 这姑娘说 我今天来三个要求 第一 想跟我好吗 不许去广州 第二 想跟我好吗 你把异性给我处理好 第三 想跟我好吗 你还得关心我 你这不是就索爱来了吗 哎 傻姑娘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听到的女方 今天是来控诉来的 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异性猜忌 各种的同事 包括女店长 男方你能解释一下吗 到底和他们 有没有什么 这样的不良的关系 确实没有 我听着好像也有 稍稍的有点过分 这是第一 第二 你的是怨恨 你的怨恨 你的死场 已经影响到了 包括你的闺蜜 你的朋友圈 你还有所谓的 说不清楚的 异性朋友 打来电话 发来微信 就这两点 异性猜忌和怨恨 你的这个场 就让你变得 非常不可爱 其实 他去不去广州 能够影响他的 只有你 让他觉得 这辈子非你不去 才有可能 会改变那个决定 当初他说的 那个想法 也会因为 你们的关系 而改变 当然也会 因为你们的关系 来决绝回广州 你的 第六感 是非常准确的 很简单 他去广州 那个地方 其实可去可不去 因为那并不是 他的家 那就是分手的 借口 所以 一切外在的条件 都可以因为 你们的关系 而改变 也可以因为 你们的关系 而决绝 如果你不能够 改变自己 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 你也不会 给他 强有力的吸引力 一个不开心 不快乐的人 你会搞得身边人 都不开心 不快乐 这就是为什么 会笑的人 运气不会太差 所以我今天 在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 给你感觉 是这样的 南方呢 已经做了这个决定 那就大大发方的 不要用这个决定 什么其他理由 来给他一个搪塞 以免给他 更多的幻想 是不是还有可能 挽留到你 爱就是爱了 很简单 走了 就不可能在一起了 那么 不在一起这件事情 说清楚 对他要有交代 如果你觉得 和他在一起 广众的事 就不要再提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是一道 很好的分水岭 两年了 彼此了解了 也没有什么 太多犹豫了 是该做决定的时候了 所以请两位 慎重吧 我问一下男生 跟他感情好的时候 想过要去广州吗 其实我一直都想 回广州 跟他感情好的时候 想过吗 想过 那现在这一次 是一定要回吗 其实我也是在 征求他的意见 他不回 你不用管他会不会 你一定要回吗 是 那女生 你一定不去吗 一定不去 那你俩谈啥呢 一个坚决的要去 一个不去 这不就是在爱情面前 最重要选择到底 应该想在哪里 过生活的问题吗 没有人能够决定 别人未来的走向 所有爱情的选择 都是双向的 我愿意为你留在这儿 即便我可能 远离了我的父母 远离了我的亲人 但是因为我相信你 我愿意跟你在这儿 但你俩都不愿意 相信对方 女生你没有勇气 愿意相信他 所以你不敢去广州 你不敢托付给这个男人 因为你怕你精英不好 你怕你管不住他 通常男生也是一样的嘛 你在这儿可能这几年 混得不太好 不如在广州 有亲戚有朋友 所以既然是这样 两人都在 这个爱情面前 没有勇气去解决问题 所以你们各自选择 要走自己不同的路 尊重对方就好了 有没有之前的暧昧也好 有没有两个人 彼此觉得对方不合适也好 我觉得都不用再提了 因为你曾经爱过 只是现在在面对选择的时候 彼此方向不一样 那就告诉给对方 我爱过你 但是的确我就想要回去 你同样告诉给他嘛 我也爱你 我舍不得你 但是如果你要去的话 因为我爱你 所以我允许你 你爱他 你不就该允许他 去做他的选择吗 所以两位年轻人 没什么好谈的 但是最后我要 跟你们说一句话 爱情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爱的当中 要保持一个敬畏 其实在这个舞台上 我看到有很多年轻人 每次在说到分手的时候 都在说对方 你没有给我安全感 你也跟对方异性不清晰 为什么你没有 那么多的理由 来去说对方 是不是也是咱们自己的问题 是不是咱们的确 在某些事情上没做到 没有对于爱情有敬畏 太不把对方当回事 所以才有那么多口舌 给到对方 所以如果今天选择分开 未来在面对你们 其他的感情的时候 敬畏一点 真的好好珍惜 当下你选择那个人 才能够真的给 这一次你们的分开 有一个更好的回念 那些关于女店长 等等那些 所有查无实据的事情 我不谈 我们只谈现场看到的 整个过程当中 就那个不知道是谁 那个 问出了一句特别实在的话 你回答他的也是特别实在 那个不知道是谁的 他的某位男同学说 你给不了他想要的 你没有立刻说 我给得了 你的第一反应是 我给不了你给得了 你第一个反馈就承认 我就是给不了 我给不了 你给得了吗 那个是跟一个陌生人 你都不知道对方是谁 你第一反应特别实在 我给不了 你给得了吗 他想要的 你留在天津 守着他 你给得了吗 给得了 给得了 注意啊 刚才你说你是非去广州不可 现在我把话顶到这儿了 你又立刻 你又不去广州了是吗 其实我 是或者不是 是 他又不去广州了 姑娘记着啊 大厅广众之下 两次承诺彼此矛盾 第一次承诺 我就得去广州 第二次话顶到这儿了 脸上挂不住了 我不去广州了 是 我不去广州了 姑娘记着 清言者寡信 这儿多少人看着你 你敢吃了吐 心理素质真好 我讲完了 李老师知道 他为什么突然又变卦了吗 广州找好工作了吧 找好 他现在我认为 你所有的做法 都是在给自己 堂而皇之撤退 再找理由 刚才突然被 雷老师给挑明了 不行 这个 哎呀 这么一说 我走的理由不充分 哎 我还可以再天津 算了吧 别装了 打一开始 你就赌定了 其实要回去的 所以每一步 你都在铺垫 我一开始就告诉你咯 可是姑娘傻呀 觉得能改变呀 觉得爱可以 可以克服所有的障碍呀 然后接下来 你对她的冷落 包括你挑的 她那些问题 你的朋友也好 我看你的手机 然后一个陌生的男人 给我打电话 也好 都是在给自己的撤退 做铺垫 在这段感情当中 没必要非得是 提出分手那一方 就一定是错的 没有 不合适可以分开的 没必要非得要说 自己要找一个理由 给自己心安理得呀 在这段感情当中 如果你的心情 不在她身上了 就告诉对方 不合适可以分开的 既然没有这个信心 去坚守异地恋 是可以分开的 没错 但是你要是预期 把所有的错 都让对方来承担 是你不好 是你不好 所以我才选择得分开的话 这就不对了 小伙子听见没有 要敢做敢当啊 自己怎么想就告诉对方 不要遮遮掩掩的 这会儿你突然又变了 又要再添金了 别了 这又是一句谎言 未来你在日子里 你还会去找很多的 珠塞马迹说 你看你对我不够好 我要回广州 你走不走 对吗 女生啊 你也没有那么爱她 她那边工作找好了啊 你现在没有工作呀 如果说真是爱的话 为什么不去呀 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也不足够那么爱她呀 所以说如果真的不爱 没必要强求 也没必要一定分个 谁对谁错 不合适 那就不在一起了 好吗 好聚 好算 就这样 男生可能在犹豫吧 给你下个台阶 也许你在犹豫 就不确定 我到底走还是不走 女生愿意跟她去广州吗 还是不愿意 那不愿意就算了嘛 所以其实很简单嘛 现在年轻人 你看谈恋爱谈的 他们好像在做一道 这个是非题 就是一定要在爱情当中 争论出个 你对还是他错 还留出了证据 分手你们就 安安静静地分手好了 为什么还在分手之前 一定要把对方说得 那么不堪呢 想走就走吧 想留就留吧 留下也不定 就是因为这个姑娘 走了也不代表 说心里面就一定 也没有这个姑娘 你自己看着办吧 现在主动权 不是在你手里吗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觉得咱俩在一起 这么长时间 还是有很多开心的时候的 就是你开始跟我说 你去广州的事情 我一直以为你就是说说而已 我也没当真 我没想到你真的会去 如果你还想跟我再继续下去的话 我觉得还是留在这边发展比较好 其实我也没有非要说一定去广州 我只是说希望你能跟我去那边待一段时间 然后 我也会尝试着想留下来吧 毕竟 我心里边真的还是很爱你的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那么猜疑我 多给我些鼓励吧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 来吧 老师们做一个预测 两人对感情非常犹豫 都不出 双不出 两个人都要出来 双出 我也同意 其实这边最后给希望 那边什么都愿意信 我觉得有可能都出来 我觉得双不出 因为他们都不想在这段感情当中迈出一步 好 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